大家最關心的是,如果中風那一次,再中風的機會是怎樣 其實剛才說過,五年來會有高達四成的人會再中風 所以最好在未發生中風之前,確認清楚 如果發生了中風,就要改變生活習慣 吃對的藥,避免再中風 剛才說了很多預防的事情 有些人問,除了吃藥,發生了心房戰鬥,那怎麼辦 一定要吃薄血藥,有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呢 其實有的,剛才我們說過,很多血塊會在心耳上擠出來 現在其實有些微創的手術,就可以放一個塞在這裡塞住 讓那些血塊不會飛出來,但不是每個人適合做這些手術 第一線治療,我們都是吃薄血藥 如果病人不適合吃薄血藥,譬如曾經試過腦脆血的 但現在心房戰鬥,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會考慮做這些手術的 這個塞放進去,其實好像我們平時去水的水喉 把塞放進去,讓那些血塊不會飛出來 你看到,就好像一隻水帽一樣 就放在這裡塞住 我們用微創的方法,好像別人做通波仔 就可以放這個塞進去,當然啦,手術有一定的風險 這些通常都是心臟專科醫生,他們會考慮做的事情 剛才講過了,我講預防的事情,就講了很多 今天是講防治中風,治療 今年的世界中風日,也是講怎樣治療中風 我們就講一下急症治療,我們會做些什麼 真的捕捉到風,捉住它,不要讓它影響到你 世界中風組織也提過,其實我們有什麼有效的治療 現在是已經有科學證據,證明是可以醫治中風呢? 其實呢,如果病人有中風,入到ASU中風專科部門 其實有14%的機會,他們會有比較理想的療效 如果他們是適合用溶血液呢? 他們的生存率和狀態好一些,其實會多三成的 甚至乎,有些情況,他們適合做微創手術 做一些拿出血塊的手術呢? 他們的療效,會比起只是用溶血藥呢?會多五成的 這些東西已經很有根據了 但是,要視乎你們去到的機構有沒有這些東西 先講溶血藥 溶血藥,大家都聽過了 塞了血塊,剛才看到,塞了在那條水渠那裏 那怎麼辦呢? 平時我們在家裡的水渠塞了,用一些強水淋下去 溶,不一定溶到的 但是,不溶就肯定沒得搞的了 他不大機會自己會通得回 所以,如果發生失血管的情況 突然之間,手腳無力了,去到看急診室 醫生說,這個是失血管的方法 如果你在少於過半小時,去到看急診室 醫生做到這個診斷的話 我們比溶血藥,其實每三個半的病人 有一個我們真的會救到他,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他遲些來,差不多三個小時才來 我要醫七個病人,有一個才會有理想的效果 到四個半小時,我要看十四個病人 才有一個有療效的 所以,如果發生中風的情況,不要管了 一定是第一時間早點去看醫生 還有去到看急診室,去到分流的時候 真的要說,我真的擔心中風的情況 這個問題會不會發生在說明的時候 雙方的心情 就,不可能是否忍心